所以我們遲開遲了,很對不起你們等了一陣。 你們大家好,我非常高興出席今晚的活動,感受到現場是充滿活力的氣氛。 連我自己都感到年輕了二十歲。 今晚可以說是一個追尋夢想、分享夢想的成會。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馬雲先生來臨。 他不但是當今世界上最知名的創業家、企業家, 而且透過他創業的阿里巴巴平台, 他為內地千千萬萬的小企業, 個體互製造了創業和就業的機會。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對我說,成功的企業不單單是尋求財富, 更加重要的是創造社會福祉, 即是public good。 在追求,你可以看到這個也是他追求的最重要的理念來的。 Jack,我們中國人,我和各位在座一樣, 對他的成就感到好比的驕傲。 我們每個人從小到大都有自己的夢想。 我應該廣泛廣東話。 我們國家也都有個夢, 在中國夢。 我們很多人也為了中國民, 都在努力著。 我自己其實也有很多的夢想。 其中我最希望見到的, 是香港和諧團結, 大家能夠共享一個社會安定的, 經濟繁榮的, 幸福愉快的生活。 我另外一個夢想, 就是希望能夠通過, 構建一個有創新創意和創業精神的社會, 為香港帶來新的經濟動力, 為年輕人帶來無數就業的機會和上流的空間, 實現他們的夢想。 趁馬雲先生來香港, 在這裡大家交流的機會, 我很高興向大家宣佈, 在這部團結香港基金, 已經邀請了, 徐立芝校長和羅仲榮先生, 籌戰和領導一個, 遞俗於基金會的, 創新創意創業專項研究委員會。 我而設期望這個委員會, 能夠為香港發展, 成為一個創新創意創業的社會, 製造共識, 為香港構建一個更加完整的, 創新創意創業社會的生態環境, Ecosystem, 建然獻拆, 最終為香港年輕的一代, 帶來最佳的創新氛圍。 各位, 稍後, 大夢想家馬雲先生, 將會和大家做分享和交流。 但是趁這個機會, 我們應該好好地多謝馬雲先生, 因為他不單在白亡當中, 抽空來出席今天的大會, 他更為支持香港年輕人, 開拓事業, 培養企業家的精神, 為香港送來一個, 港主十億元的阿里巴巴, 香港青年企業家基金, 並且每年會為二百個香港大學生, 提供在阿里巴巴的實質的崗位。 馬雲先生, 馬雲先生, 我剛剛想說的就是, 我們衷心多謝你, 對香港青年人的關心, 重視和支持, 再次多謝。 各位朋友, 再次多謝你們出席今晚的成會, 希望今晚之後, 大家的夢想都會得到催化成長。 最後,我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工作順利, 夢想成真。 多謝大家。 多謝。 感謝董建和先生, 請到台下就坐。 謝謝您。 多謝董建華先生。 接下來, 當然是正彩的部分要出來。 剛剛在後台, 我看到馬雲先生, 我跟他說, 我說, 你還聽不聽得明白我的普通話。